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总结 我是林梓彤 这个时候马仕和大家跟进 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先在内地股市方面 常证纵合指数低位上升 中午收市升至3点 中午收报3189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55点 中午收报11647点 湖深300指数跌22点 中午收报401点 创业板指数跌2点 中午收报2530点 看来港股 曾经跌超过300点 旗指穿过19000点的水平 港股恒指也见过19000点的边缘 恒指叫做半日跌幅收集 但仍然跌超过百分之一 中午收市19203点 跌248点 国企指数跌幅也有所收窄 跌98点 半日收报6574点 科指跌83点 半日收报4060点 大市成交增长到接近600亿 半日有598亿多 又和大家看看个别板块或者股份 今天很多股份都跌得比较凶狠些 大只那些都没有例外 另外有多只被踢出深港通的股票急跌 看看名单先 全部基本上都是一些豪指股 或者是一元多的股份 9968汇景控股半日要跌三成一 另外还有一只狗泰邦达能源 跌了2成9 有些洗版的意味 建业地产跌大约7% 另外一只1981 华夏市政教育跌大约7% 另外还有2142 药明巨落和家和生物跌幅 都有大约3% 去到1成9 大家也可以留意下这些股份 另外和大家看看车股 大家最关心当然是比亚迪 比亚迪低位去过212.8 之后咬上来 但其他的车股其实都有被洗 175半日要跌大约4.7% 中室14.4.2 另外理想亦有些消息 市传旗下理想1 就减价2万人民币用来销售 并且会在10月停产 引发车主集体投诉 投诉什么呢 就说理想欺骗他们 存在一些欺骗的销售问题 就说他们买车的时候 销售和生产商都没有提过 理想1会升级和停产的 亦都没有减价相关的事宜 就算他们在问销售方的时候 他们也说没有计划 并且保证全国统一价格 不存在减价的情况 至于客服 就说到理想L9 暂定会在11月上市 那一月也会开始交车 但理想1停止生产的日期 还未得到具体通知 在负面消息影响之下 2015半天都要跌大2% 最低下跌101.2 之前收市108.9 所以半天曾经跌超过7元 大家可以留意了 另外一块是中秋节 看大陆那边因为疫情的问题 所以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发出一个提醒 就说现在疫情形势复杂 我就建议大家就地过节 跟之前好像新年那样 就不要回乡 还有出游之前就要有些核酸证明 还有提前要报告给政府听 另外也是出发之前 是一些要报备在一些标配的政策 就是一个政策的大方向 一定要做的 另外也都要求 如果真的要聚会 有些地方就说一定要在10人以下 红市要站一站停 就是它畅意 红市站一站停 不要搞住 白市就简单去到举办 并且要报告给社区听 控制参与人数 因为就地过节的政策 所以本身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憧憬 旅游酒店股 所以A股方面 旅游酒店股全部表现一般 我们看看香港这边 780同情旅行 都要跌大到百分之一 大家可以留意这些情况 最后可以说到煤炭股 大家都知道煤炭股 今天资金都是继续追捧 因为大陆煤电供应 正紧张的情况继续 所以将会大力开展一个电煤 保供专项的行动 即是要保障电煤的供应 也有些报道 也有引用到一些数据 就说6月20日以来 保供应的行动开始 去到8月31日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电煤量 同比增进了三成 全国铁路直供电厂传媒量 同比增长八成八 电煤可耗的天数 同比增加了十日 所以见到电煤供应紧张的情况 今天整体的煤股也有炒作 无论是A股或港股方面 10800半日升到大约4% 现矿也有得升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这些板块 市场在香港上开 市场在早上 参加近四百点后 有反弹 反弹下午 继续跟进市场 今天入社市场 是阴人或是谎市 有个继续向下的局面 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在YouTube上 跟我们询问 好了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 稍后我们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